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机堆》 我是脱羹脱到老院上火的杨队长 你看上周末人家73岁的莫迪老人 都着急忙慌乘坐光辉双舵机升空体验 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个乘坐战斗机上天的总理 只为着光辉项目多点希望 少点脱羹 得说 印度之前这些个总理从尼赫鲁算下来 什么甘地家族 拉奥 瓦杰帕伊 辛格这帮人 三老四少看下来都不像是跟现代科技有什么关系 反观莫迪从2014年执政开始突出一个 就是资力更生的印度 国防领域也不例外 莫迪这些年 维克兰特号航母陆列议事 他参加了部署印巴边境的阿修坦克上去体验了 这种五强东邦的场面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催动印度的国防自主 莫迪也算是神农长白草了 俗话说 是要三分毒 光辉虽然从来被摔过一架 但毕竟是个单发飞机 万一出点啥情况 来不及破疆 73岁给这帮天上霸一弹 搞不好真就是升空便升天了 所以别的不说 莫迪的胆略还是值得一个大目鸽的 当然 前舱飞行员曼达尔上校的压力也是空前的 不过 莫迪做这架52012号机并不是之前错的原型机 而是10月4日才交付的印度空军首架量产双座型 快俩月了 还没到45中队 原来是成了老仙儿的座齐 半飞拍摄的是10月开始试飞的5202号机 从月出套照片来看 5203 5204 现在也就差刷齐试飞了 估计这次架双座机会在24年上半年移交45中队 作为印空军第一个光辉中队 2016年成立的45中队 终于要凑齐20架飞机了 令人感叹 18中队情况 大差不差 去年底拿到了第16架单多机 再等个半年 5-82号双多机出来 这个中队有凑够20架飞机了 前不久 他们派3个单多机去迪拜航展 结果3个飞机一共也没表演几个架次 相当失败 只能凑少量画面和笑容对比 进行一番眼球激动 研判研判 得说莫迪这一出 多少有点止损的意思 印度媒体也阶级鼓噪 说是光辉订单 有望再加97架 达到180架 然而 说再多也只是个空中楼阁 得拿交付速度说话 就在本月初 驻地距印巴边境 80公里的印度空军第4中队 退掉了从66年使用至今的米格21事业 拿啥换呢 组装的苏30从2021年之后 已经暂时停产了 当时印度觉得 一方面再产现有版本的苏30 性能上已经没啥优势可言了 一方面寻思 光辉的产能怎么着也该突破 每年十架了 前一句是对的 但后一句吧 多多少少隐隐约约约 还是有点自信了 所以印度只能从12个苏30中队里 你凑一架 我凑两架 最后凑出来小20架飞机 让四中队成了印度空军第13个苏30中队 这20年来 印度一共引进家组装了272架苏30MKI 其中是13个作战中队260架 加上一个测试评估单位12架 按理说是正好了 不需要凑飞机才对啊 然而 这些年来 印度正好也摔了12架苏30 再考虑到自主保障能力欠缺 背件高度依赖的罗斯 加上HAL的飞机大修周期和修理质量 都挺感人的 使得每个中队随时能出动飞机确实不多 而印度空军一道命令 就能让他们给四中队拆东墙补西墙 我个人觉得 首先是其驻地靠近印巴边境 有战备需要 另外 四中队是印度空军仅存的三个 独立前组建 独立后一直延续至今的中队之一 一中队二中队虽然历史更悠久 但在1947年印巴分制时都一度解散过 50年代初才陆续恢复建制 这可就不能算了 在这三中队里头 七中队作战经历最为丰富 二战后打满三次印巴战争 85年从米格21改装换一个亮牵 99年卡吉尔冲突中使用精确制导炸弹 炸毁了八方多个目标 至今仍是印空军中央司令部已中的一线尖刀 而比七中队更早换装米格21的四中队和三中队 就只能熬年头了 现在吧 四中队是熬到头了 三中队据说明后年也差不多了 但这260架苏三中真的没法再编出第14个中队了 虽然印度早在2020年就想再买12架苏三中补缺 但俄罗斯表示 你要买就多买点 你家里啥情况我还不知道吗 磨叽到22年俄乌开打之后 这事更顾不上了 直到今年9月 大概是俄罗斯说 情况稳定了 你下单吧 印度国防委员会终于批准了12架苏三中采购案 并要求这批飞机的过产划率达到60% 但说以前到以外 这也不像是为了第14个中队背着的 最多发现什么呢 给未来几年的高强度训练计划留点空间 总之13个苏30中队就这样了 升级的事以后再说 三中队以及陪着三中队用米格21的23中队 他们明后年换装需要的飞机从哪划了呢 这俩中队都地处对八一线 但相比老资格的三中队 23中队大概会像巴基斯坦人民的老朋友 阿比南南上校所在的51中队那样 在告别了米格21之后 人员分流 只留一个番号 处于脱水状态 因为米格21 米格27等老旧飞机 近年来集中到输退役 而新机交付速度连旧机退役速度一半都达不到 所以印度空军很多中队一旦脱水 那就是好多年 比如前面说的首个光辉中队第45中队 人家从2002年脱水之后 可就这么干了14年 被恒河水浸泡到现在 还差四架飞机没漫编呢 所以三中队要是你想像四中队那样 无缝换机避免脱水命运 您也别嫌弃光辉只有恒河水 好歹明年开始投产的都是换以色列AESA雷达的 等到米格21寿中正寝时 总有个一架两架能用吧 但要想满足那么多中队的浸泡要求 光辉这点恒河水确实是不够用 所以印度早在合计那12架补缺的苏30之前 差不多是2019年印8空战之后 就想第一架收过俄罗斯封存的21架米格29 这样能多抛出一个中队来 然而四年了也没个后续 现在看还是想明白 宁缺勿乱了 去年印度宣称还要从2027年开始推移现有的米格29 俄罗斯这两年倒是给蒙古赠送了6架米格29UB 我估计要是俄罗斯说 那21架米格29能够白送给印度 那有可能不要不要呗 要钱那就免谈 还是自己搓吧 我们说印度之前用8年时间凑了俄光辉中队 如果在此基础上加快一倍 就未来4年再来俄光辉中队的话 那到2027年也就能解决俄金炮明日 到那时候米格29 美洲虎啥的又要开始推移换装 我前两天看个印度军事论坛 姑且叫超级窄本营好了 大概是知道凑一个中队光辉它不容易 大伙都争着墙讨论下一个光辉中队是谁 有趣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出了单子这么号人物 这个超宅里头讨论新机换装部队的时候 是压根不考虑武艺中队这种的 另外超宅里还有一个日经话题 要不要接着产苏30 由于阵风实在太贵 最后只买两个中队 有人就觉得 这幻装大业不能全指着光辉 那还剩啥了 接着装苏30 但现在还几十架几十架造苏30吧 多少有点像 如果当年中俄200架苏27生产许可证 只进到120 也就是06年之后 我们继续生产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白板测位 我们当年给的答案是歼11B 印度人嘴上不说 心里想的也是像歼16那样的苏30 这回敲定用12架订单重启苏30组装线 印度是多多少少有点想法 但现在印度给侧位几大件搞的国内替代物 只有少数几样勉强能和20年前歼11B首飞时 我们的情况相比 航空工艺发展有其客观规律 印度对这12架苏30的想法 也就是提升一下机体的国产化程度 毕竟连那40架基本型光辉 都能分成IOC版本和FOC版本 差不多是达到了歼10定型前 试生产几架0P4飞机的程度 然后印度马上又要生产航电升级的光辉Mark-EA 并且要让班加罗尔的第二条生产线全面投入使用 奔着一年16架的理论产能去 想来个质量数量双升级 强行类比就是歼10A刚定型 就像生产歼10V 而且印度现在目标是4年产4个中队 83架光辉 虽然美国发动机以色列雷达应该能供上 人力物力政策倾斜 也不至于让莫迪白跑这一趟 但面对这么大摊子里的轻型机 重型机 舰载机 五代机 接下来就得看印度决策者能不能拎得轻着轻重缓击 观察载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新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 中夸的理念为大家制作节目 小知识朋友可以加入 可以一套观察员 年费198元 使用箱码5281可以利益10元 现在充值或者续费可以领取 东方学刊和代谢增长论 送完记纸 按计程中协东吧 好 本期这段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